我在日本這次去京都 這次在東京其實都有用到 它非常非常的就是方便 我個人很推薦大家去使用 嗨 我是寶格夢 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這個 2024年的旅日神卡 就是雨傘熊美熊卡啦 趕快來看看這張卡片的介紹吧 第一個亮點就是在日本 消費有8.5%的回饋 到底怎麼拿呢? 這張卡片它的基本權益 是國內1% 海外最高有2.5% 這個海外2.5%是怎麼來的呢? 它是海外消費1%回饋無上限 再加上日元雙幣卡呢 1.5%交易手續費不用收 所以最高就是有2.5% 但是你扣掉交易手續費大概就是1% 除此之外呢 在日本的消費再加碼1% 所以等於是海外2.5%再加1% 等於是3.5%吧 還有一個指定通路 有5%回饋加起來就是最高有8.5%的回饋 第二個亮點就是 8.5%回饋中的5% 到底是哪些通路呢? 第一個叫做熊好玩 有哪些呢?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的表格 比如說日本航空 JR鐵路 日本四大訂房網 樂天 JALAN 一休 RELOX 然後還有日本三大駐車公司 TOYOTA A RENT A CAR OR 唐吉科德跟大國藥莊 都是在5%回饋通路裡面 所以你只要在上述這些通路呢 刷這張玉山熊的手卡 你就可以再拿到5%的加碼 第三個亮點呢 叫做國內指定通路有這個3%的回饋 那是有哪些呢?來看一下喔 比如說綠色餐廳的話就是 WIMO I RENT GO SHARE 還有一大堆的森林園區跟農場的部分喔 你可以參考我們下面的這個表格喔 就有說明了 那這個3%回饋到底要怎麼拿呢? 它是屬於1%回饋無上限 再加上2%加碼 這2%呢 每個月可以拿300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個1萬5以內 都可以拿到3%的回饋 第四個亮點呢 就是在日本使用PayPay來做掃碼支付 可以拿到28.5%回饋 這到底要怎麼拿呢? 其實你只要把玉山熊本熊卡 綁定在玉山Wallet裡面 只要開通這個玉山電子責付帳戶 那麼你把它綁定進去 只要在日本呢 看到PayPay的牌子 只要正灑 就是你的手機去掃一下QR Code 輸入金額 你就可以拿到最高28.5% 我在日本 這次去京都 這次在東京 其實都有用到喔 它非常非常的方便 我個人很推薦大家去使用 這次活動額外加碼的 每一個人200元的現金回饋呢 我都已經拿完了 那到底要怎麼拿呢? 簡單跟大家分享一下 這個活動呢 是每一次的交易 250台幣等值的日幣 它就送你這個 大概50元的台幣的折扣 那每個人最多活動期間 可以拿4筆 所以最高呢 就是1000塊 拿200回饋就是28回饋 那建議綁定玉山熊本熊卡 因為這張卡片呢 到6月30號以前 在日本使用PayPay掃碼支付 可以再多7%的現金回饋 那因為PayPay它走的是 玉山的通路 所以它不會收 這個海外的交易 1.5%所付費 所以你可以算成是 20%的活動回饋 再加上7%加碼 再免收1.5% 所以算起來就是 28.5% 那這個7%回饋 你可以刷多少呢? 每一個人每個月上限是500 所以你500除7% 算出來是7143元 所以你每一個月 可以掃QR Code 支付大概7000多塊錢 都是有7%回饋 這張卡片聽起來好像有很多優惠 那入手有什麼好康呢? 如果你是新戶的話呢 在2024年1月31號以前上車 那麼你只要刷1999元 你就可以拿到一個20吋的限定旅行箱 那如果你是舊戶加班的部分呢? 只要刷9999元 一樣也可以拿到這個限定款的旅行箱 那麼2月1號開始有什麼新活動呢? 大家記得要在上網去看 才會知道他們有換什麼新的贈品 第六個亮點 這張卡片呢 也有MGM活動 這個活動呢 叫做熊熊友好聚過來 那我們本團又舉辦MGM活動來回饋給大家 你只要是新戶跟團上車的話呢? 我們一樣會送你最高600積分 這600積分到底要怎麼參加呢? 你可以看一下我們畫面上面的這個資訊 還有我們下面的資訊欄呢? 也都有完整的活動解說 而玉山這次出了兩種不同的卡別喔 一個是普通的信用卡 另外一個呢是日元雙幣卡 日元雙幣卡必須要有玉山的帳戶呢? 來扣繳這個外幣的費用 你才能夠成功申請下來 所以我非常建議大家先開戶 然後再來申請一張卡片 這張卡片最大的亮點就是 可以省下1.5%的海外交易手續費 所以你的回饋率呢?其實是更好的 所以這也是我非常非常推薦大家來使用的 如果你跟寶可夢一樣 都非常喜歡去日本玩的話呢? 非常建議你把這張玉山雄美雄卡辦下來 至少在2024年6月30號以前呢? 每個月刷卡都有7-8.5%的回饋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高 推薦給你參考 如果你覺得今天這支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呢? 也非常歡迎你分享給身邊的親友 讓他們一起來學習如何透過信用卡 旅日省錢的優惠 我是寶可夢 我們下午再見 掰掰 好幾yal 拜拜 芸娃